《谢霆锋母亲的波拉首度》回应张柏芝三胎生父,网友,早就知道了。 《谢霆锋母亲的波拉首度》回应张柏芝三胎生父,网友,早就知道了。 作为一个妈妈永远是最艰难的,却也是最幸福的,当有了孩子之后,事事都向着孩子为先。 尤其是像张柏芝这样,作为一个离了婚的担心妈妈,张柏芝生下三胎后,引起的争议简直是太震撼了。 其实在张柏芝和谢霆锋宣布离婚之后,张柏芝一直都非常坚定地守护着两个宝贝儿子,从来都没有疏忽。 也因此获得了美名,在大家的心中,张柏芝已然是一个合格的妈妈,是一个优秀的妈妈。 但是担心妈妈生下孩子着实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,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会引来大家的议论和质疑,何况是一个公众人物呢? 人的好奇心往往是最可怕的。 对于张柏芝迎来自己的第三胎,谢霆锋的爸爸谢贤也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予回应,吊失祝福。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大家猜测的生父居然会猜到前夫谢霆锋的身上,无奈谢霆锋也是亲自发文做出了否认。 就因为此时,近日谢霆锋的母亲迪波拉也是首度回应了这个问题,关于张柏芝的三胎生父她表示,我的儿子我知道。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,柏芝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,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。 可见护心切说明的很明白了,其实大家也早就知道不是了。 其实有些关系往往都是旁人强加上去的,谢霆锋如今和王菲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稳定,就等着他们的官宣吧。 也希望张柏芝和张柏芝和三个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,永远幸福的在一起。 和张柏芝离婚后的谢霆锋一直专注于自己的美食行业,美食节目丰美和旗下的诸多食品品牌都得到诸多业内认识的认可。 谢霆锋 谢霆锋也一直夸儿子离婚后是野心更强了,但是张柏芝生下三胎的消息又让谢霆锋卷入三胎之父的风波之中。 谢霆锋 谢霆锋 谢霆锋立即开始否认。 谢霆锋 不过否认三胎之后的谢霆锋又碰上一个坏消息,这次谢霆也帮不了她。 谢霆锋 原来据港媒,香港小委会近日测试了市面上的58款曲奇和甜酥饼样本。 其中近9成,51款,检测出了致癌物。 谢霆锋 谢霆锋旗下的一款饼干就包括袋内,据悉,谢霆锋旗下食品品牌非常受欢迎,饼干也是明星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一种。 这次谢霆锋的美食事业在中途却遇到这个坏消息,这对于谢霆锋来讲压力不是很小。 谢霆锋 要知道再大的名气也不能遮掩老百姓的健康问题,这次谢霆锋家的饼干出现健康问题。 这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肯定是过意不去的。 不得不说,无论是在演艺界还是歌剧界,谢霆锋凭借自己的才华再加上父亲谢贤的得天独厚的优势。 谢霆锋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。 离婚后又否认三胎,谢霆锋这次碰上这个食品安全问题,不得不说真的是让人十分担心。 就算谢霆锋就再大的本事,这食品健康问题也不能挽救,这次谢霆也帮不了谢霆锋。 不过不少网友指出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经常出现,香港不少明星家的饼干牌子都出现过类似问题,谢霆锋应该会处理好这件事情,你觉得呢? 对于一个人,女的来说不听,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长相,很好的事业和完美的家庭,这样才是属于比较幸福的。 相信张柏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,自从离婚之后,她也就没有这个幸福了,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。 非常的让人心疼,当时张柏芝和谢霆锋结婚之后也非常的让人喜欢,因为两个人狼才女貌,非常的般配。 由于张柏芝的艳照门事件,两个人无论在互相喜欢,始终也被这残酷的现实打破了,最终两个人还是离婚了阿张柏芝。 谢霆锋等等仍然受到很多观众的关注,无论两个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,都会牵扯到对方身上。 虽然说谢霆锋又重新回到了王妃的身边,有很多人都说,张柏芝独自带着两个孩子,而谢霆锋更是自己一个人找到了真爱,很多人都为张柏芝打抱不平。 有一次张柏芝的孩子谢霆锋被问道,你想要帮忙找一个新爸爸吗?而他的孩子回答道,只要妈妈幸福就好。 仅仅仅这八个字也让张柏芝非常的感动。 好了,小编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,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欢迎下方评论。 小编的媒体